你可能无法想象 女性被偷拍有多简单 在酒吧 夜店 女厕所等各种场所 都可能藏有摄像头 无数走光视频被发到网络上 成为犯罪分子引力的工具 许多女性最后因为隐私泄漏 选择了亲身 毫不夸张地说 女性遇害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比如眼前这位性感空姐 走在路上格外引人触目 高跟美腿配肉丝 犯罪团伙很放肆 只见一个头戴黑帽的男人 从身边路过 空姐顿时感到下体一凉 低头看去 大腿沾上不明液体 再一回头 她又被人泼了一身 这谁能忍啊 很快 空姐殴打路人的视频 就引爆网络 可实际上小美并不是空姐 而是一名女行警 由于她鲁莽行事 导致任务失败 所以被上师降职 安排到县城派出所工作 和平日里 老死不想往来的抱子姐 成为同事 就在两人闲聊过程中 一位少女走进来 东张西望非常慌张 只见她掏出手机 放在桌子上 然后恶话不说 转头就跑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抱子姐 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便拿起手机追上去 结果刚出门 就看见少女 走向马路轻生 两人立马呼叫救护车 把人送往医院 紧接着 少女的手机 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短信内容 竟是一张不雅照片 偷拍者还很猖狂啊 说点赞过三万 明天就发布 少女的不雅视频 据抱子姐情报得知 犯罪团伙 可能掌握了 数万名女性不雅视频 想要以此敲诈勒索 利用点赞的方式 去吸引吃瓜群众 殊不知有多少女性 因此不堪重负 选择亲身 为了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抱子姐等人 把案件上报领导 但这些臭男人 压根不打理女性案件 只顾着年底冲业绩 可总不能放任罪犯 逍遥法外吧 于是抱子姐决定 亲自将犯人 神之以法 只要视频点赞过三万 就发布女孩不雅视频 这是多么嚣张的罪犯啊 为了抓捕犯人 抱子姐必须立马行动 赶在三万点赞之前 抓捕罪犯 根据线索得知 被害人遇害前 曾去过一家夜店蹦迪 于是小美率先行动 去打探消息 这时 一名男人路过 听到他们的对话 吓得相机掉在地上 神色慌张 于是小美立马展开追捕 可男人伸手矫健 在车流中穿梭自如 还跑进小巷 抢走小孩滑板 很快就摆脱了小美 就在这时 抱子姐紧随其后 闪亮登场 但很快 他们发现抓错人了 这男人不过是一个头牌狂 并不是散播 女性不雅视频的罪犯 不过好在从他口中 撬出一些有用的线索 已知 被害女性 是被一种香水迷药 制服绑架的 而这种迷药 也只有一个纹身师 正在售卖 于是抱子姐 便乔装打扮 假装是顾客 向纹身师购买 可人家也不是傻子 顾客都是男性 哪会有女人买迷药啊 立马识破两人身份 情急之下 小美抓起手电筒 丢给抱子姐 然后往排插倒水停电 在一片漆黑中 两人掌握光源 没过多久 就把嫌疑人全部干趴 带去警局进行审问 如今掌握犯罪证据 应该可以下达逮捕令了吧 可男同事们 却把抱子姐拎出去 不帮忙就算了 还说什么 女性被偷拍 这不是什么大事 认为被害者也有错 谁让他们去蹦迪呢 这些话让抱子姐感到心寒 又是被害者有罪论 但她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坚定 要将犯人神志以法 一旁的小美也被她鼓舞 便亲自跑进夜店寻找线索 很快 长相漂亮的她 就被坏人盯上 供饮几杯酒 下渡后 小美便神志不清 彻底昏迷 更糟糕的是 门外抱子姐 煎饼都还没吃完 就被混混缠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美 被人带走 一名女警被下药 躺在桌子上 犯人准备动手动脚 还想录制下来 搞个女警点AVI 发布到网络上 危机关头 抱子姐突然出现 带着丈夫杀了进来 拯救小美 但犯人身手不错 很快就把他们打倒在地 再次醒来时 就发现手脚被捆绑 犯人早已离开 而留给他们的是一间燃烧的屋子 再不快点逃脱 就要被当场火化了 于是抱子姐拼命摩擦摩擦 非常侥幸地弄断绳子 成功拯救小美和丈夫 平安无事 但还不能松一口气 这躺在医院的被害者 都没有断气 又怎么能放弃 继续追捕犯人呢 与此同时 又一名女性 因为不雅视频 选择自杀而上了新闻 而身后男警官们 却正在庆祝 年底完成业绩 丝毫不在乎女性被害案件 气得小美这样做 还把自己的公牌 丢进垃圾桶里 怒斥这些男人 虚假正义 让同为警察的她 感到羞愧不已 这些话 硬生生刺痛了 刚睡醒的队长 对呀 维护正义是警察的天职 不应该因为男女 而区别对待 她终于醒悟 下令全体出动 却把罪犯一网打尽 根据线索得知 犯人正在前往机场 如果让她逃到国外 那一切就白费了 可这茫茫人海中 小美又该如何找到犯人呢 就在这时 豹子姐又一次闪亮登场 两人即刻展开决斗 没想到犯人不讲武德 掏出匕首 挟持豹子姐当作人质 但别忘了 小美有枪 能立马击毙犯人 可对方却不慌 认为三步之内 刀比枪快 那她只好使用阳弓 直接把手枪丢出去 然后趁犯人没防备 一起横扫腿 踢掉匕首 再配合豹子姐 最后一个被摔 完成这项 抓捕任务 在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 隐私泄漏 防不胜防 而女孩们就应该勇敢站出来 为自己讨回公道 只有这样 才能够改变人们对女性的看法 如果你遇到偷拍者 会怎么做呢 我是七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